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Emma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来分享一下 有没有见到其他小朋友在他们自己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很多可能是语言的表达 例如会讲一下游戏的时候 他们有些什么的对白 他们会表达到些什么的情况 例如说你在用的公仔角色 或者可能在玩的玩具 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些对白 有些事件可以讲述到 这也是其中一个游戏的技巧 或者是语言的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连结 所以这次我们就讲一下 为什么可以帮助星宜在游戏上 甚至是自己玩的时候 都可以有多些的self talk 可以有多些的语言交流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当然啦,在玩游戏 我们叫做play script 玩游戏当中 他会用一些的语言表达 也都要看回不同小朋友的能力 或者是他们的年龄 他们适合去做一些什么的语言交流 那我们先来了 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 开始讲起先啦 那如果比较小的小朋友 可能他们未能够讲到很多的语言 对白啊 或者是长句子的话 也都不要觉得 这样就代表他们玩游戏的时候 不能够了 可能是发声啊 或者是讲一些他们自己做的什么 反而有时候了 我们玩一些简单的游戏的时候 他们可以扮演 模仿一些的声线 例如说 可能制造一些的声效啦 牛啦 吃饭的时候 可能他们可以 捂捂捂捂捂的声啦 推车的时候 他们可能可以发出 嘟嘟嘟嘟嘟的声啦 那为什么呢 在游戏当中 我们都这么提倡 需要他们可能都多些用语言呢 因为其实 在游戏的发展里面 其实都很帮到他们的语言发展 你可以当他们两个 是一个相辅相成 并排在一起 大家帮着大家发展的项目 那所以 当你能够促进小朋友 在玩游戏的时候 都能够多些的语言交流的话 其实他们的语言的发展 或者语言的技巧 都能够大大的提升 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 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做的一些语言的举动 刚才说到 小的小朋友 可以促进他们 在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制造一些声效 另外 当他们可能说到一些 很简短的词语 或者是一些动词的话 那就可以在他们 玩一些游戏的时候 讲述自己 究竟是在做什么 例如可能是 踏漠目的时候 可能他们可以说 踏高 踏高 或者可能 车路 穿过隧道的时候 他们可以说 穿过去 又或者是 玩一些Doorhouse的时候 他们的人物角色 做着一些 简单的动作 例如喝水 睡觉 之如此 所以一开始 不需要强求他们 可能讲到很长的句子 但是 比较简单的一些 词语 或者可能是 他们看到的一些动词 都可以多些鼓励他们 在游戏当中 都可以表达出来 当然 除了星移 可能他们的能力 慢慢提升 他们的语言技巧 也都开始越来越好 年龄都越来越大 的时候 他们在游戏里面 的语言的运用 可以更加advanced 更加高难度 除了说一些单词之外 可以说一个完整句子 包括是 你的玩偶 在做什么 又或者有时候 不是直接 你做那一刻 他才会说出来 反而可能是有一些 之后 我想做什么 我已经能够 在游戏里面表达出来 例如说 拿着个玩偶 然后说 这个玩偶 吃完饭 他就想去睡觉 他就说 我现在去睡觉了 说完 才去移动 那个玩偶 就变成了 不是同步 我在做事的时候 我纯粹留言 我在做什么 而是说完 你之后想做什么 一些的看法 一些的感受 所以变成 他们不是直接 在做什么 就在说什么 而是表达多些 我未来想做什么 你会看到 其实在游戏当中 慢慢 我们都可以投射 在日常生活里面 他们要用到的 语言的技巧 例如说 我之后想做什么 我会更加愿意 可以跟父母 或者其他人表达 例如说 我做完功课之后 我想去游乐场玩 这些其实 一开始初期的 一些语言的运用 亦都可以透过 玩游戏的时候 一些辅助 可以帮到他们 大大提升 这个技巧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依据 小朋友他们的能力 例如 特别是他们的语言 或者可能他们的 社交技巧 看看他们能够掌握到 一些什么阶段的 一些语言上面 在游戏当中 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刚才 很简单的 一开始 可能他未能够 说到词语的 未能够 可能说到一些 很长的句子的时候 先鼓励他们 有一些的 声线 接着 接着 一些单字 一些动词 慢慢表达 自己这一刻 在做些什么 到最后 就是表达 我之后想做些什么 比较多 是安排的 一些角色 甚至可能 是direct 去引导你 去做些什么 例如 你可以了 去假裝睡觉 你的牛仔 我可以去吃草 多些directing 都可以 牵涉在游戏当中 促进他们的语言发展 当然 家长会很关注 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促进 或者帮助他们 在他们玩游戏的时候 也多些用语言的方面 第一个方法 可以就是透过模仿 例如你和他 并排这样玩 假设是公仔屋 可能你一直玩的时候 你会示范给他看 是依据他的能力 你想他做到的情况 做一些示范 例如你拿着公仔 可能公仔在假装睡觉 你就放进去 就说睡觉 这样 你可以即时要他 可能跟着你的示范 再做一次 可能你又给公仔 他指着床 他跟你放上床上面 又跟你说睡觉 这样 慢慢多一些不同的方法 例如说 可以睡觉 可以去厨房喝水 可以去饭桌 假装吃东西 去厕所 去VV 这样 多一些的对白 是用一个模仿的能力 去帮到他们 跟着做 自己慢慢的 星儀可以不需要透过模仿 都可以有时候 都跟着 可能是有一些特定的对白 或者他们自己想到的对白 都可以在游戏里展现出来 如果你看到星儀 她透过可能模仿 或者观察你如何 可以慢慢掌握到游戏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多些对白 可以说的时候 家长都要记得了 当星儀有做到的时候 也都要给很多的奖励 赞赏他们 有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这样就是玩得非常之好 让他们知道 原来我在游戏里面 都有运用到语言 是一件那么开心 那么值得赞赏的东西 这样就能够令到 他日后玩的时候 都会更加多运用他们的语言 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 我们在游戏里面 都很想星儀能够 运用他们的语言 好好地表达自己在做什么 跟别人做多些的分享 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多利用一些 Door House 公仔屋 Farm House 小农场 甚至坊间有很多的Lego 他们都有一些场景 例如有餐厅 有消防局 诸如此类 这些场景的一些setting 都非常适合用来锻炼星儀 在玩游戏的时候 都可以讲多些的语言 有多些的对白 加上都可以好好参考一下 以上的方法 未来我们都会陆陆续续 有很多不同的影片分享 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